今天是2023年12月11号星期一 先看一个小视频 老百姓的好日子 你把住房啊 医疗 教育都一视同仁 那就够了 你们那无险一惊傻的呀 给我们老百姓也安排一份 还有高标准的这个退休金 是不是 你全部给我们老百姓啊 都整成一样的标准就可以了 你也别说谁想服 谁遭罪 我们农民也不在乎吃那点亏 还是那句话 老百姓呢 不想看到咱们政府人员过几日子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农民老百姓什么待遇 营救什么待遇 大家觉得这样行吗 太搞笑了 我们不希望政府过紧日子 好心疼政府哦 我们只希望跟政府人员 过一样的日子 中国人什么时候 能够跟政府人员 过一样的日子 就不用搞假脱贫 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了 中国马上就变成 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但是中国的现实是 政府为了不让百姓 过上政府人员一样的日子 政府人员内部 也想比其他政府人员 过上更好的日子 他们是想尽了办法 包括并不仅限于让人和言论从中国消失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2023年 在让人消失这件事上达到了历史高峰 12月4号 杂文选刊编辑部发布了修刊启示 宣布从2024年1月1号起修刊 1988年创刊的杂文选刊 以真编实弊 批评评俗 反思历史 解读人生的定位 公正深刻 辛辣幽默的风格 吸引着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 不同爱好的读者 大家都知道 具备这些特点的媒体和自媒体 在当今中国是很难活下去 就自动消失了 也可能是走之前活出去了 杂文选刊的最后一刊 12月的封面漫画 寓意耐人寻味 一个指明方向的大手 但按其所指方向前进的人 却掉下深渊 这意思有点太明显了 要说起真编实弊和辛辣幽默 这本来是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 文学艺术特别需要的一个方向 你看那些民主国家 感言而幽默的主播 电影电视对时事新闻的反思 就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 来传递深入人心的喜好 这些恰巧又是独裁者一定要打击的 在中国叫做占领话语空间 用白话说就是不让人说话的意思 中国人一定还记得这样的文艺作品 中央决定拿出一亿 安排四万名局级干部重走长征路 消息已经纰漏 引起网民热议 人民群众纷纷表示不要任何报仇 自愿扮演国军 他们还表示绝对不让一个贪官污吏 活着到达山北 315晚会揭露多家大企业 出售过期食品 其实我们不应该谴责他们 而且应该感谢他们 他们帮助了我们修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 新华社报道 美国加州一个餐馆因使用不尾声餐具 造成了200多名食客腹泻住院 但其中来自中国的食客 不仅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还参与了抢救工作 在场的美国记者感慨道 中国人东亚病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今天的中国人百毒不尽呢 在中国这样大尺度的艺术已经消失了 连那些熟悉的人都已经从主流媒体中消失不见了 在2023年中国主打消失和被消失 我们来看看中国在2023年都消失了些什么人 秦刚是死是活也没个准信了 反正活着也是废了 李尚福、魏凤和包括李玉超在内的火箭军一堆人都消失了 战略支援部队和装备发展部也消失了一大批 现在其他国家要跟中共谈点军事上的事都不知道跟谁谈 大家也都在心里想 下一个坐上这些位置的人是谁呢 下一批人会不会像他前任那样很快消失不见呢 暗箱操作是中共政治的主要特点 这是政界的 商界呢 前一阵子华兴资本董事长包繁被带走 最新案例包括视频直播平台 抖鱼的CEO陈绍杰从10月开始失联 在深圳上市的沃华医药董事长赵炳贤也在协助调查 今年中共还突击审查了美国企业美斯明治集团 在北京的办公室并拘留了5名员工 此外美国咨询公司备恩的上海办事处员工也被带走问话了 南华早报的中国国防和外交事务记者陈敏利 在10月份去北京采访时失联至今 到底这些人犯了什么事 就跟政界消失一样 很可能到最后也没有个准事 说中国是法治国家 这个笑话是越来越可笑 越来越惊悚啊 真的是人人自危 就算中共开放N多国家的签证限制 真正还敢去做生意看市场的人 跟以前相比那是天地之别啊 连国际学校的外交和外国公司的高层 给钱多也不要去 就这么严重 有微博财经博主也整理了近期中国财经大V被官方禁言的名单 算是消失在网络里的人 其中包括韩志国 淡斌 吴小波 刘继鹏 水皮 洪荣 徐小雨等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刘继鹏的设媒账号被禁言 他是曾经多次批评中国股市模式 有网友怕大家不知道刘继鹏是谁 就晒出了这个画面 当胡编在一旁胡编说自己炒股不仅是为了赚钱 还要跟国家风雨同舟的时候 坐在湖边旁边撇嘴一脸嫌弃的那个就是刘继鹏 活在这个疯狂的时代 这样的画面已经很难见到了 当被消失在中国达到高峰的时候 那些在老百姓眼中应该被消失的人 好像还混得不错哦 在疫情封城期间 投资物资配送公司的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 投资核酸公司的无数官员裙带企业 北京鸾鱼和他的爷爷 徐州拐代妇女组织 唐山打人案的处理小组 雪草姐们和他们的小姑姑 该被消失的却都烂尾了 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开头视频中的女孩说 想跟政府官员过一样的日子了吧 不仅一事无忧 真正的赵家人还很普遍的免除了被消失的风险 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没有再反当今圣上 除了这一条不能碰 其他的随便搞 在12月2号 格隆会创始人格隆发表言论 说中国去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全世界第一 但实际上安防占据了53.8% 金融占了15.8% 他说我们的AI高科技第一用在了丁人 第二用在了丁人的钱包 这个账号因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禁言了 同时被清空了几乎所有微博 政府官员有的是让人消失的手段 因为中国和中国人的绝大财富都被他们用来盯人和盯钱包了 命根子被他们攥在了手上 为了保证他们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 中国各地基层政府还不断的扩大维稳编制 招收编制外的警务人员和网格员 中国经济萎缩导致税收减少 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不过媒体却报道 中国各地都在几百上千的招收维稳相关人员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已经突破8000万 全年工资合计约为7.04万亿元 约为税收到40% 用AI和实体联合起来维稳 国内形势越是紧张 维稳投资就越大 那反过来 财政越是捉襟见肘 他们未来丧失对维稳控制权的可能性 也日渐增大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谁能逃避自然规律呢 维稳的力度在加大 社会的基本面却在崩塌 今天传出一个令人震惊 但又是意料之中的消息 仅2022年 有高达1900万人退出了中国医保系统 其中居民医保退出人数更达2500万 导致医保基金收入减少180亿人民币 医保费用涨幅是远远超过了收入增幅 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资金短缺 无法为医保计划提供足够资金 只能将不断上涨的医疗成本转嫁给保护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 自2018年以来 医保最低保费翻了一倍以上 而同期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仅上涨了24% 近20年来 每月医保费从10元涨到了今天的380元 涨幅高达37倍 而同期普通人的收入仅增长了7倍左右 预计今年的退保人数将会继续增加 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大趋势 中共的经济难以为继 一个器官衰竭的红龙正在轰然倒下 今年3月份流行四部青年之后 中国网络又热传十部青年 不献血 不捐款 不结婚 不生娃 不买房 不买股票 不入股市 不买基金 不付老人 不感动 其实还少了不交社保医保 中共是拼命加快了 让那些所谓的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人 消失的速度 通过AI和实体维稳 加大了消失人的力度 但是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巨大群体中 蔓延着悲观情绪 这些是让人消失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消失的人越多 反而让他倒下的速度会更快 我今天看到网上 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候选人的财产公示 我就不厚道的笑了 让领导人的财产必须公开 这是人民的权利 你看中共发改委在12月6号 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未来发展前景光明 然后下面就标注了 作者仅允许自己评论 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 就是评论全都消失了 你们自己开心就好了 记住这一点 中国人的愿望就是平等的 过上官员们在过的日子 想要达到这一点呢 就只能让这个拼命让人消失的政府消失就好了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 点赞分享 做视频不易啊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在油管打赏赞助 小木也开通了超级感谢功能了 也可以去说明栏的赞助链接 定期支持小木 帮助我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 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感谢观看